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乱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佛菩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卢台长 妈妈 你的孩子几几年属什么的 我儿子是八二年属狗的 属什么 属狗的 请卢台长 不要讲 不要讲 不要讲话 看到了 又是一个脑神经的问题 哎呀 智商出问题了 忧郁啊 听得懂吗 老妈妈 哎呀 被人家灵性控制住了 老妈妈 你知道吗 你要记住啊 他心啊 被别人控制住了 经常会自言自语的 他受过好几个刺激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是过去在感情上 或者在某一个大事情上 他受到刺激之后 他忧郁 经常难过 那个时候灵性才上去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现在这个孩子 你要给他念小房子赶快念啊 老妈妈 你是香港的是吧 不是 我们是广东小房子的 广东的 广东的话 那你帮他小房子念了几张了 念了好像三拨了 多少张啊 一拨就是二十一张 差不多念到四拨 那八十多张 你知道他这种病 老妈妈你知道他这种病要多少张吗 不知道哦 你知道多少张吗 他至少要一千张 你只念了七拨几张 老妈妈你想想看 你怎么行啊 听得懂了吗 哦 好了 你现在每天要给他念经 还叫给他念礼佛 什么 他很可怜的 这个孩子很可怜的 这个孩子非常可怜 人非常好 很善良 而且过去没发病之前 人很会做事情的 老妈妈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好了 你要给他念经啊 哦 他 我现在就 换一下他个福音音啊 你刚没有啊 他个 他个福音音啊 看一下他个福音音 他说什么 你拿话筒讲一下 给我听啊 我听不见的 他想问一下他儿子的婚姻 哦 婚姻 婚姻 几几年数什么的 不是 把爱恋是狗的 婚姻不行了 那个女的跟她会不好的 听得懂了吗 他们两个会 明白了吗 老妈妈 你想维持这段婚姻 你只能拼命的念经 帮这个女的念心经 希望她能够慈悲她 两个人缘分还有一点点 如果她再这样下去的话 就没了 好吗 还有你少管这种事情 你的儿子我告诉你 很多程度上 你给了他很多的压力 他这次生病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好了 就是他心上有灵性 身上的灵性 你们有没有一个祖宗啊 还放在家里供着有吗 没有 没有啊 那有没有那个墓啊 墓地啊 有个墓地是不是离 你们家很近 或者你们家的后面 有没有一个墓地啊 墓地 家里 什么叫墓地 墓墓 墓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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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吧 没有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 怎么没有啊 你们家在这里 在你们家的 出了门往后 房子的后面 往左面 再往前 那块地方就有很多的墓墓 老妈妈 有没有什么教堂啊 庙啊 有没有医院啊 有 有一个医院 看见了不了 医院里面都是鬼啊 移民医院那里 离医院太近了 你知道医院很不干净啊 医院要么鬼进 要么鬼出呀 生孩子们就鬼进呀 鬼头人嘛 对不对 灵性嘛 出去没死掉呀 那怎么处理呀 他说什么 怎么处理呀 怎么处理 老妈妈 我已经跟你讲了 你告诉他 念小房子就可以了 儿子没问题的 我现在刚刚已经给他 已经给他加持过了 他现在已经脑子很清楚了 小弟你好好的修 一定毛病会好的 你这个老婆你放心 你好好的维持着 能够维持就维持 不能维持 台长以后再帮你找一个 谢谢台长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你看他合掌了 看见了不了 什么神经病啊 没有 想通了 什么都好了 想不通 什么都不好 我知道 我同他讲 好了 下一个呢 下一个呢 山口 下一个呢 下一个呢